德国和法国时隔24年重新进行一系列外交往来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为了对付中国 但我却有着不同意见 相对于中国,美国才是欧洲最大的威胁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 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访问德国 如果是很少关注欧洲政治的人 应该不太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这里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 目前法国已经足足有24年没有访问过德国了 除了欧洲的各大会议 德国两国领导人会碰面后打个招呼之外 两国官方基本就没什么联系 为什么已经20多年没有过高层联系的两个国家 突然最近又开始密谋上了呢 原因很简单 法国人有想法呀 他们想和俄罗斯争一争世界第三级呀 可能人觉得法国那不是美国的根屁虫呢 怎么可能有折承出关能动性 但却只是一种刻板印象 事实上最近一两年里 法国和美国之间有不少名正暗斗 他们之所以会跟着美国的脚步在俄国战场上 对抗俄罗斯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而已 但是在非洲 法国和俄罗斯搞了一场联合行动 把美国的军事影响力从西非赶了出去 众所周知 非洲一直都是法国的后花园 法国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大多数来源于非洲 所以他们对美国人霸占非洲的事情非常不满 所以前段时间他们联合俄罗斯人在西非地区对美国进行军事施压 考虑到法国目前是原屋的主力之一 以及北约内部的团结问题 美国选择的这件事情暂时闭口不谈 默默从西非诸步撤军 除此之外 法国人还在南美洲搞核潜艇 就跟法国的后花园是非洲一样 美洲也是美国的后花园 在美国新一代政客的眼里 美国的核心利益不在欧洲 不在亚洲 而是在美洲 他们的想法是仗着两个洋关上门自己搞自己 主动隔绝世界导 所以他们从来不允许南美洲国家发展任何核武器 有没有人直接掐死 而法国人就在美国的眼皮子底下给他们上眼药 直接和巴西进行核潜艇进行交易 卖他们核潜艇 反正这件事情对美国气得不轻啊 所以美国人也要对法国进行反击 前几天晚上有个消息 一个叫新卡里多尼亚的地方爆发了暴乱 根据有关报道 对上暴乱已经造成了6人死亡 许多商店被抢劫一空 150家公司遭到抢劫和焚烧 法国高级委员会称 来自法国的1000多名宪兵和警察已经投入工作 后续还在增加600名人员 新卡里多尼亚是法国在亚洲的海外处地 也是法国最大的稀土矿生产基地 美国人在这里呢 也有不小的影响力 而这次新卡里多尼亚的暴乱 就是美国人干的 目的就是为了对法国的一系列挑衅行为进行克服 由此可见 法国和美国从来没有真正一条心过 他们对付中国 对付俄罗斯 看上去是给美国人当打手 实际上不过是刚好的政治力义相符 而这次法国和德国要讨论的事情 也就是如何把欧盟排成世界第三级 想要让欧盟变成世界第三级 关键点在于美国 中国 俄罗斯 三个国家 所以我个人推测 这次法国和德国的会晤 肯定躲不开以下几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美国11月总统大选的结果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特朗普大概率能打赢复活赛 重新成为美国总统 那特朗普一来 欧洲的好日子就算过完了 在美国优先的政策之下 欧盟肯定不好过 美国对欧洲的关税必然会提升 同时德国国土上有大量的美国驻军 美国也必然会逼迫德国为这些驻军买单 所以法国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劝说德国放弃美国 加入法国阵营 让老欧洲再次伟大 其次就是俄罗斯 也就是俄乌战争 你别看法国派遣了军队去乌克兰 但他们只是为了 比如一个态度 一个法国是欧洲老大哥的态度 他们本身是不相信乌克兰能取得胜利的 所以法国需要在后俄乌战争时代 进行提前布局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布局 而经济布局的核心焦点 就是公共设施建设和产业项目投资 俄乌战争结束之后 俄罗斯和乌克兰将变成两个巨大的市场 目前中国占据了俄罗斯市场的绝大部分 但是俄罗斯的政治家并不希望 中国在俄罗斯市场一家独霸 这就是法国的机会 所以他们提出要重建高铁联合研发项目 并加强对空客的投资 和中国对着抢俄罗斯的市场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能再拉拢一下俄罗斯 原本德国人是不愿意和法国联合的 但奈何自从俄乌战争爆发后 俄罗斯断了德国的能源供应 现在德国最大的能源供应国是法国 在经济命脉被法国人把控的情况下 以前很多不好谈的事情 现在都能谈一谈了 欧洲人从来没有放弃过 回到世界中央的野心 他们虽然和美国同窗异梦 但也不能说是中国的朋友 未来这个世界的局势大概率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多几个局 最后这个储ge 我就不估适配 管画 sah 不管 captions 第一个手